我们每周上四次阿拉伯语课 穆纳拉和她的家人在暑假期间拍了很多照片 你必须每天两次注射清梅素持续三天 还是他妈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回到家做作业 我只用了一个小时 老师注意到 他的一个学生在上课时睡着了 于是低声叫醒了他 不要把这样一个愚蠢人的话当真 孩子发烧了体温升到三十九摄氏度 他的鼻子闻到那些难闻的气味 他的耳朵听到不同的声音 他苍白的脸和颤抖的声音吓唤了 阿哈马德并没有感觉到 他开车走了这么远的距离 因为他听到总理病情的细节而感到震惊 我国的妇女应该发挥全面的作用 学生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 考试不及格 阿哈德祝哈 两位服务员不寻常的端详着纸笔 然后咨询了他的同事们 我从没有想到那里可能会有另一场战斗 我从没有想到那里可能会有另一场战斗 疲劳夺走了他的一切 他很累 从四个词语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词汇 来完成句子 《科学与文明》 这些文明的遗迹仍然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 科学家为这些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有效的贡献 所以我们发现他们的名字仍然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语言中 直到今天 当代文明追随者发现科学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正如他在古代文明中扮养过的角色 吃喝穿蛋都是他创造性工作和不懈努力的结果 以及科学家们为人类福祉和幸福而努力的成果 并为子孙后代提供美好生活 科学是当代文明来以生存的动力和支点 科学是能够控制各种自然的力量 科学是人类能够控制各种自然的力量 发明了导弹 发明了导弹 征服了太空 在其中发射了卫星 这使得人民能够了解自己生活的土地 对天气做准确预报 对天气做准确预报 播放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 所有这些事情曾经都是幻想 但是科学使它成为现实 所以它控制水流及其来源 所以它控制水流及其来源 它在瀑布中产生了电流 它建造了帮助耕种大片土地的水坝 这一切都为人类带来了美好和繁荣 如果一个人环顾四周 他发现科学的影响在他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很明显 例如电力在操作锅炉 热水器火炉冰箱和计算器时发挥其作用 可学在飞速发展的今天 为人们带来舒适和幸福的生活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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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